有形的世界 这个形就是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有这三种现象的境界 最高直到 诸佛如来的时报庄严图 时报庄严图再往上面去了 长级光图 长级光图是任何现象都没有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它要入到那里去 当然没有了 百分之九十都拿去了 长级光去了 这你找不到它了 你能够观察到 所以它有极限 它没办法超越 研究微观世界的耶路实 也有极限 极限是阿赖耶 能够找出物质的奇远 物质从哪来的 意念的奇远 我的念头 精神从哪来的 自然现象的奇远 它研究这个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的威胁 非常神秘 也被它们看到了 这我们不能不佩服 阿赖耶的三细相 被它看到了 它再能不能提升 不能